你有看過威力賣的這款圓祖雞之麵嗎 我只有看過這個 搞什麼搞什麼 我是阿欣 我是阿欣 今天我們要來看看這兩款泡麵有多麼的像 其實你還沒有買這個之前啊 我一直以為這個是原創的 可是你把這兩個東西擺在一起 太像了吧 你看這是日本買的 一元兩元的圓 台灣威力出的這個 也叫做原祖 原本的圓 這個叫做吉祥物嗎 還是上面那個卡通的物 也是一隻雞 然後日本的看起來比較可愛一點 對啊可愛很多 台灣人不知道有那麼一點點山寨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代理 但是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代理 有啦應該 應該是不同的 所以今天我跟瑪蒂就要一起來看看 這兩個東西的差別到底是哪裡 一個比較好吃 搞不好威力出的比較好吃 有沒有 有沒有 所謂什麼 青出於藍 更勝於藍 有沒有 這成語應該不是這樣子用的 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的會比較好吃 你知道這個是誰代言的 就在日本 傑姨姐姐嗎 對 所以沒有人可以贏她的 小那個 波多爺 我這麼也代言 總而言之 在日本呢 他們在吃這個酸雞脂麵嗎 他們有兩種不同的吃法 一種是乾吃 一種就是泡來吃 泡來吃 台灣的這一款雞脂麵呢 它也是有乾吃 也能夠泡來吃 所以今天我們兩種吃法都會試 但是日本呢 它其中有一種吃法 它看起來就很像是把蛋打下去而已對不對 但是它其實它裡面的設計很特別 對 有點不一樣 通常我們看到它的麵塊都是一整塊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話 你會注意到中間有凹槽耶 有看到嗎 在這個地方 而且顏色很深耶 顏色比較深 因為它是雞脂麵 那這個凹槽呢 它的作用就是要把蛋打下去 就是可以直接把蛋打到這個地方 就蛋激光 你會洗雞蛋嗎 多少有洗效 誰要洗雞蛋啊 雞蛋不想洗啊 我可以挖耶 真的還假的 真的 是喔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台灣 它的包裝上面呢 一樣有蛋蛋在上面 但是呢 是台灣做的嗎 台灣做的吧 真的 對啊 但是我們把麵拿出來 比較一下 欸 它是方形的 為什麼有個顏色這麼奇怪 比起它的顏色 看得出差異嗎 那很遠啊 而且有些顏色有些沒有的 一塊一塊的樣子 對 台灣的有粉包 日本的沒有粉包 日本的沒有粉包對不對 沒有喔 所以這個不是味道來的 就是直接就是做不好而已 沒有做不好啊 反正就是這樣 不要這樣子 好來我們來試吃看看 看看哪一個比較好吃 其實在台灣吃這種 就是乾吃的東西 我們其實都會把粉包直接加進去 吃科學麵的時候也會這樣 因為我想到 好幾年前吃科學麵的時候 台灣一包科學麵六塊錢 可是現在越長越貴 現在好像十幾塊對不對 通常都是在裡面捏碎之後 在裡面吃的 我現在還要把它塞回去很辛苦耶 它好像就是加強版的科學麵 你知道嗎 如果你要吃這種捏碎的麵的話 大部分的人就買科學麵 這個一包其實不便宜耶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個小孩子 吃解種 卡給他用錢 把他帶回家 卡給他爸爸 把他用錢就好了 等我一下啦 台灣用錢好麻煩 日本都可以堅持了 好 其實香港也有解種 還有兩種 一種就是一定不會煮來吃的 一定是直接吃的 叫媽咪麵 然後一種就是福字 切在外面那一種啊 吃起來像很大包的科學麵 然後我來吃吃看日本的 顏色很深 比較脆 太鹹了 炸的味道 不是調味的味道 所以那種很脆很脆的東西 那種味道 但是這個吃起來 我已經 我以為已經很鹹了 可是吃這個的時候 再厲害一點 它的味道好重 我覺得它的正確做法 應該還是要泡來吃 所以在乾吃的口感 比照上 口感呢 日本贏 但是台灣酥 因為台灣的比較軟一點點 口味上來說的話 我覺得台灣贏掉 台灣贏掉 那我們比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來試試看 把它泡成泡麵 然後再加上一顆雞蛋 吃起來怎麼樣 你叫我拿上來的 我們來試試看 台灣跟日本的差別 這次的做法呢 一樣就照上面的最佳做法 然後我們就參考上面的 左邊這邊 馬蒂是日本的 然後我代表台灣維莉好不好 這樣好嗎 真的好嗎 講得我好像代言了 維莉雞之麵 先加進去 然後之後再放水 這是我的工作 My job 這個找我好了 維莉講你了 我也想跟潔力姐姐拍 好啦我把粉加上去了 接下來 等一下 請看一下日本的宣傳片怎麼做 所以剛剛你學到什麼 學到是家裡的 欸馬蒂 啊我們買的打蛋機咧 神奇打蛋機 沒有看過這集的 可以點一下播放清單 去看一下我們這一集的開箱 它上面要有那隻雞 你知道嗎 我就靠你來打蛋 剛剛好耶 哇 蛤 沒關係 剛剛是不是跟那個 電視上演得不像 為什麼他打失敗了 這個故事是說 你在電視機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 其實你看我這樣 其實我是個好人蠻的 是不是知道 你看這樣子 他是外演的 我那種是 我真想成全最美的話 XX 喔你看 還先爛掉了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 好啦不管了啦 打蛋機就打蛋機齁 就知道肚子裡面都一樣 對不對 哇講得真好 你身為一個廚師講出什麼話 下次做料理我就跟你講自己 接下來要把水淋上去 欸電視都演得很美 欸它真的有泡開耶 你怎麼做得那麼醜啊 要把它蓋起來啊 喔唷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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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神 我這個要多久啊 三分鐘 最近在底下留言啊 常常看到 阿神 你穿的衣服怎麼都同一件 你為什麼裡面都穿黑色這件 因為我家 我十五套一樣 長的這樣的衣服 我假的都是 穿同一個衣服啊 對啊 這每一次穿的都不一樣 好嗎 絕對不是家裡窮 怎麼還是騎一件 這又不是家裡窮 只吃得起泡麵 好 耶 完成 來吃囉 休休的啦 他怎麼覺得我還沒泡開啊 我的蛋怎麼感覺好像沒有熟啊 你這水確定有滾嗎 有啊 你看我的 欸我覺得我的面量還蠻多的耶 70公克 我這個85耶 可能這個85啊 搞不好你弄開它看起來會像85 先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是我的很多 對耶 我的看起來比較淡一點點 你的看起來比較深一點 然後你的面看起來比較Q 你的面看起來很Q 這裡一個發音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啊 啊 香港的是一樣的 麵跟麵是 都是米 好OK 先來吃吃看 我們先喝湯好不好 一碗麵的靈魂 湯頭 味精下口 所以你已經受了回禮很多錢啊 喝起來呢 雞汁味淡淡的 大部分95%都是科學麵那個粉的味道 你呢 我的 我 我受不了 肥的試試感 我想不到那個是什麼味道 這是 搖家的東西 直接 大家有喝過雞精嗎 它 下口的第一瞬間 有雞精的味道 讓我突然覺得好高級 這是85塊錢的東西吧 然後後面就是 馬蒂講的油的味道 把一個東西炸得很 很久 對對對 那種 所產生的那種味道 對 所以你說好喝嗎 我不覺得好喝 吃麵看看 吃麵時間 看起來 通常吃泡麵那個粉啊 你大概加了一半就夠了 如果你口味沒有那麼重鹹的話 整體而言是好吃的 但是你今天加了雞蛋 如果沒有加的話更鹹 兩個應該也是 這個我也覺得味道太重了 它的麵呢 吃起來就跟它的湯一樣 而且它的麵的質感呢 好像那個 CAPTUDO 杯麵 這兩罐吃起來好吃 我投給 尾力一樣 對 我也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它的味道 怎麼講 可能是日本人比較喜歡吃 味道比較重的東西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這款泡麵的味道真的是 1到10的level 如果這個給它5的話 至少在7或8 有那麼重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很喜歡吃重鹹口味的話 我覺得這款泡麵可能不太適合 所以味道來說 尾力比較好吃 但是口感 麵的口感來說的話 我也喜歡結種 真的嗎 這種比較像泡麵 對 這種就是看起來就是加熱水做的啦 嗯嗯 它這裡寫的是 1958年的 Origion of instant ramen 就是1958年就做了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吃起來是1958年的味道 1958年的味道 1958年的味道 就是這種麵 整體而言 如果你要我買泡麵來吃的話 唯力 嗯 是不是 唯力 對 還不來找我 我們剛才吃是兩種吃法 一種是泡的 一種是直接吃的 直接吃的 如果同一個麵 都是10塊錢 直接吃的時候 10塊錢 好像 一下就吃掉了 不怎麼樣 但是做成這個麵 好像 欸很便宜耶 10塊裡面放10塊錢 對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所以今天 有一個結論 雖然日本的元祖雞之麵 跟台灣的元祖雞之麵 他們兩個的包裝很像 連名字都很像 但是其實 兩個吃起來裡面的內容物 完全是不一樣 而且吃起來也完全不一樣 這兩款呢 當然應該都可以在台灣找得到啦 你可以去吃吃看 應該是 這個是 好像是60塊 五包 五包60塊 所以 猜猜這個 這多少錢 我猜喔 20塊錢一包 兩百多 兩百多五包 對 所以一包 差不多四五十塊 對 OK 今天的四次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裡 希望Bob們會喜歡 今天的這部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可以留下一個 大大的喜歡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這兩個泡麵你有沒有吃過 也別忘了可以到我們 Facebook上面點個like 對 那麼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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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